Pretty Richie Pretty Richie Pretty Richie 大家好 我是樂無編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要怎麼使用iPhone 就是有6S跟7的朋友 都可以用現在最流行的狀態處理 來看看我已經設定好囉 Pretty Richie Pretty Richie 首先第一步驟我們就要到我們的App Store 然後我們就要搜尋這兩個 第一個就是動感照片 因為它現在非常好 所以你打動感兩個字就會出現囉 第一個就是這個綠綠的圓圓的 然後就下載 第二個我們就搜尋Vidio V...啊這個 其實因為整太好了所以你打V就會出現 橘色的然後有一個箭頭 下載這兩個下載好之後呢 就會講這個樣子 最後呢我們呢就到這個Youtube 然後呢我們要在搜尋的地方 打上我最喜歡的卡通 小魔女抖倫尼 那呢我們今天就是要用小魔女抖倫尼 來做的測試 那我們就下載這一個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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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然後呢我們就按分享這邊 請你覆蓄連結 然後我們出來之後呢 就點開 Vidio這個橘色 進來呢因為它這個text廣告有點多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不要按到了 好 那呢我們呢就要按第三個 就是這個有一個小地球 按進來之後呢它最底下會有一個 王子的屁眼 然後呢我們就把剛才的王子 複製上來貼上去 那它跑出來之後呢它就會播放 好 然後播放之後呢你就可以 這裡會有一個下載 好了 對又有廣告了 然後你下載好之後呢你就回到剛剛這個地方 好然後你就確定 聽到這邊我的視頻之後呢 確認一下你自己的 就是你剛下載那些票 你要下載完成 這個這邊有個小家 那你就按第一個 然後點選LINE 那它就會說欸你要傳給誰 這樣子 你就可以傳給你的朋友 或是你自己建立一個群組 就傳給自己 好傳送 LINE的地方 點開我們剛剛傳送的這個 這時候你就可以下載喔 就是動能量下載電壓 這個動感照片 綠綠綠的給進去 那我們按這個棕色的 視頻就是轉成照片 好之後呢我們就可以選擇 剛剛下載好的這個 好然後按選擇 保存動態照片 平常設定桌子的模式一樣囉 我們就到這個背景圖片的地方 然後選擇新的背景圖片 那它這邊就會顯示它是 就是動態的照片 對那你就按設定 然後是設定鎖定畫面 好這樣就完成了 讓我們來實驗一下吧 打開 就可以按下去 它就變身了 然後 以上呢 如果我們最近最有了 我們還是有拍照片的部分 那其實不只是小朋友 大家可以就是 用自己喜歡的影片 不管是你日常拍的影片啊 或是你最喜歡的卡通 希望大家都時間成功 掰掰